我可以在不到40歲的年紀 可以管一個重大的中午車行 以及30幾個人的公司 那以及我一天都是怎麼樣去度過我的人生的 看看每個人有沒有在他的位置上 然後看大概知道 欸有誰有來上班 誰沒來上班 另外一個面向就是 也讓員工知道老闆來上班囉 要乖乖的喔 坐在這邊 抽個煙 不對 喝個啤酒 是不是很瘦 我們公司AUTO自殺 提供一個非常方便的 二手車車價的查詢網站 搜尋AUTO STAR 你選中午車線上估價 裡面有16種長拍 160個車型 5000多筆資料 填你的資料 我們免費倒補估價 實際最生實的狀況 還是要看你的車況真真簡簡 為你的現況 給一個精準的收購價格 馬上匯款 馬上現金 而且車子買回來是直接過戶 給你一個透明安心的中午車收購服務 大家好我們是捷運汽車 今天我們來錄製一集 老闆的一天在幹什麼 到底是過得很爽的 還是其實是很辛苦的 到底憑什麼 我可以在不到40歲的年紀 可以管一個重大的中午車行 以及30幾個人的公司 以及我一天都是怎麼樣去度過我的人生的 那我大部分呢都是 大概9點半起床吧 然後10點出門 然後呢 我如果知道的人 我們現在新的點 從北投的利潛路 搬到大陸路一段 21號 那我上班的路途 大概就是 從大直開車到北投 大概 20分鐘 因為我們的上班時間 10點上班嘛 就是 它並不是一個會塞車的時間 所以其實 在交通的網班裡面 其實是暢通的 那我們每天早上呢 我都會先到這個 The Box 買一杯咖啡 這是我的習慣 一杯的辣椰 一杯的辣椰 這辣椰 然後這邊用還帶走 帶走 大杯的嗎 對 不要 那一三五米一千塊喔 嗯 我找0865 旁邊稍等一下 謝謝 不可以好幾乎 好啦我們到公司啦 那正常來到公司 我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 先看看整個 公司的環境有沒有正常 繞一圈 看看每個人有沒有在他的位置上 然後看大概知道 欸 有誰有來上班 誰沒來上班 另外一個面向就是 也讓員工知道 老闆來上班囉 要乖乖的喔 然後也看一下場地上的車子 我只會稍微看一下啦 就是 我不會去翻 因為他們也有負責的人 去做發送 但你稍微看一下 你就 比較有了然一心的感覺 比如說 現在有 空了好幾台車 那是不是 車子就應該要補一下 要多買幾台 來 看一下維修部 他們現在在幹嘛 好啦那個 來到公司呢 大部分 我們公司的面試 都是約11點 所以呢 看一下環境 我第一天做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 跟新人面試 那我們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其實 一個企業要做大 人是很重要的 你說 車子的品質啊 來源啊 各方面的網路行銷 其實我們都做得很穩定的 這種東西 要進步的幅度跟空間 其實 有限 當然有 可能 我要投入很多的心力 再往上走 的距離 可能增加3% 5% 要花很多很多的成本 而 人員 人員一直是 我覺得 如果是螢幕前 你有在做生意的人 一定有這種感觸 就是 嗯 現在台灣 年輕的人很不好錢 甚至幾乎已經是斷層 他們想要去跑 Google 或者他們想要當個小老闆 就是 願意進入吃苦的人 其實不多 所以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又想要 就是公司的員工 維持一個更好的水準 那怎麼辦 就是 大量的面試 大量的偵才 然後 也因為我們公司 一直在擴展 比如說我們的庫存 然後我們的店面的規模 比如說我們營業項目啊 從原本 只有賣車 變成有維修美容 現在目前還有餐飲 還有這個 俱樂部 所以 公司的進步幅度 是很快速的 那你的人員的需求 就會很膨脹 比如說我們剛開始 五個人 十個人就夠了 既然已經進場到三十個人 那再往下一步 其實 有時候真的是要有人 你的公司的運營 才會往下走 那所以我對於人員 這件事情 其實蠻重視的 我才會親自 就是我們大部分面試 都約 禮拜一到禮拜五 早上十一點 我們只要沒有太多的事情 我會親自去做 唉 好了 終於回完了 也差不多 這次運動比較快 大概四十分鐘而已 我們要查一下資料 然後做一些回覆 然後可能問一些同業 那下一步是什麼 今天禮拜三 禮拜三跟禮拜五 都是 我們是SAFETY系統的形象 是 它會 其實現在這個 日本 日本特別流行法拍賣場 拍賣場 大家所有車上去這個地方 就像北農有沒有 東西都丟到那個地方 然後有拍賣員 有電子拍賣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那我會覺得 花這個時間在那裡 一段有兩年 第一個 我就可以看到 每台車每台車的行情 然後就會有個比較敏銳的 對市場資訊的了解 這等於是我每個禮拜 在唯一天會做功課的時間 那這個時間其實蠻長的 從12點開始 大概要到4點 其實它拍賣到6點才結束 那我大部分就花4個小時 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邊看 邊了解每台的行情 然後邊去 看到自己壯壹的車 庫存沒有這個車子 然後這等於是一個補足 這就是一個庫存的控管 就像你賣吃的 賣什麼 原來有賣日本料理 可是最近很多人都覺得說 跟老闆推薦說 你要不要增加 比如說串燒之類的 他們有這個需求 我們就等於是 我們在庫存裡面 最近客戶在找什麼車 業務跟我講說缺什麼車 我可以透過這種大市場 來去有機會補齊 因為中古車 明天甚至下一刻 會買到什麼樣的車型 真的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而這種就是很多很多的庫存的話 你就可以去用自己的需求去控制 比如說我最近有個客人很熱很熱 那我就知道 欸 我可以補這樣子的車子 不過呢 拍賣場的 買的車還是有它的盲點在 就是什麼呢 我們公司大概95% 都是客戶換購的 不管是舊客戶賣給我們 或者是一般的網友 客戶進線 然後歐東斯大要估車 然後我們收回來的 我自己覺得這種車子的質量都特別好 他們都是標準的 有一定程度 有一定經濟基礎 去照顧車子的人 甚至甚至 我必須說真的有 就是我們 比如說我們賣給客戶的時候 那個車況還沒有那麼漂亮 可是呢 他開了兩三年了以後 他下一次去換新車 把車子賣給我們 結果他其實有些東西 又花了更多錢去整理 就是他反而比上一手的 持有的這個車主 還要更照顧他 所以我很喜歡買 不管是客戶 願意賣回來給我們的 因為他願意再支持我們一次嘛 那就是代表 你還記得想得到我們 我們能做 我們能買 我們就買 我們用這樣的好的流轉 再去往下一次 他這個車子又照顧過 又換了一些東西 甚至這是我們自己的客戶知道的 他自己的客戶賣給他了嘛 他知道他換了什麼 他更有動力去賣給下一個 新的客戶 因為他知道的東西更多 他的know how更多 比如說裝午車 不一定是賣一個車況 而是賣一個履歷跟故事 我們現在因為要開一個餐飲庫嘛 那現在大概是兩點的時間 我們要做試菜的動作 可以了可以可以 就大家試 然後記得 這邊是 上面的是他們做的 下面的 除了這個魚式以外 這個是外送的 你要看外送跟他們做的有什麼差別 給他一個回應 給他一個回應 然後因為我看他做的動作比較少 你們吃不夠的就直接跟他點 你要哪個餐 你有菜單出來了嗎 那幾個餐 你開一個群組好了 點餐群組好了 好 這個這個 好 親子動 親子動 明天開始就跟他們點餐 都不用錢沒問題 讓他們試做 你剛剛多練習才知道 然後但是你 既然不用錢 你要給他們建議啊 或者是 方向 表話蠻好 表話蠻好 為什麼不能試 他減肥 他斷時 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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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不能喝酒 一天 一天不能喝酒 你沒有靠MV 是不是 哈哈 哈哈 啊那個啤酒精你要 Oreo還是什麼 Sanpolo是不是 哦 你要哪一種 啤酒精 對啊 到時候喝不完你就要認養 你知道嗎 上班開始喝了 可以可以可以 冰箱還有一些牛肉 我們先拿一下 啊我知道冰箱還有很多 沒有關係 那個牛肉可以放多久 我看他有點稍微在變色 啊那那你明天就 規定大家都一定要吃烤肉飯 啊你那邊點了一萬多塊 我怎麼知道你點那麼多 好啦現在下午三點 然後我今天看拍賣時間 稍微短一點點 因為下午還有影片要錄製 大部分都是 會把時間分兩個區段來做運用 上半程跟下半程 現在大部分 可能 從三點要一直錄到 六點左右 其實我們每天都要錄影 因為我們的影片呢 你看起來是一集 其實很多都是 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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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而成的 比如說原廠收購一個面向 然後比如說 零百加速 另一個面向 所以這個面向是我今天要錄 這台後面的 Odyssey的介紹 好 今天因為後面還有行程 所以我們就只有補錄一些Odyssey的介紹 好 花了一個小時 那下一步 因為我們公司現在成立 娛樂部餐飲部 你知道我好多好多事情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設計師來跟我們討論一些東西 這台車位 大概是兩個車位 請你靠邊邊 為什麼我這台車 就是這麼大 200公分 他就必須要停到兩個車 那個車位我量過我230 請你遵守規則 他又沒有劃線 他有劃線嗎 我下禮拜就劃 就是有你們那種 沒水準的客戶 他是我好朋友 X6的車主 我們宣傳一下 這是我們美容部 有沒有 很認真 我們有提供對外鍍膜的服務喔 我們捷運汽車也有在偵材 誰想要取代甜甜的 麻煩聯絡我 因為他最近都不買車 我覺得不太舒服 前面就是我們卡丁車廠 好不好 我買了很多那種小米的那種 這個電動卡丁車 不便宜喔 他一台要六七萬 買了六台吧 包含那個圍牆都是特別去大陸訂的 買回來加運費 一二十萬 這個區域呢 就是我的構思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用餐飲啊 卡丁車啊 電競賽車啊 就是 會讓你覺得 你跟喜歡車的人來這邊是舒服 放風開心的 那 這也會一個連結嘛 那你喜歡車的人 當然對於車子會有需求 可能你現在沒有 可能你常來以後 你會想起來 記得起捷運汽車 那有一天會來跟我買車 門票 好 我知道了 門票 正常平日六百加日一千 訂閱我們頻道的客戶 半價 平日三百 加日五百 你可以用卡丁車 你可以用 我們到時候下面有電競模擬賽車 然後 買一個很大的那種親子遊樂園區 這次我花了一千萬 我把房子都賣 好不好 到時候我們錄製一下 欸設計師 快點啦 這邊還在想 不知道要做什麼 嗯 然後我們在上面 還有很多的窗 平台 這個也在招商 你可以 如果你有好來的兒的話 歡迎跟我聯絡 我們可以合作 但我想要跟 舒服善良的人一起合作 那我今天最後 因為其實已經裝修差不多 各方面都已經弄好了 差的嘛 餐廳部要再做一個 二次的裝修 然後 這是我們大行星 如果你 如果你跟我一樣 七年級雷廳那個回憶 然後 那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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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一直跑一跑破關的 很多 那這個 我覺得這個還蠻酷的 一千而已吧 快打線風啊 我們都有MBA 你可以來這邊體驗 好不好 你到時候開禮物 可以提供餐點 然後還提供串燒 然後 炸物啊 還有 好喝的生啤酒 因為我個人其實 下班很喜歡喝一杯 下班前面 坐在這邊 抽個煙 對 喝個啤酒 吃很Chill 最後 今天的舞蹈 餐廳的問題就是 還在市營運 喔 花好多錢喔 然後 我們要把這邊隔起來 要跟設計師討論一下 然後最後可能 憋一些地址跟地板 在做好獎 因為我們的設計師呢 還在講電話 還在講電話 奇怪嗎 奇怪 很棒 很棒 表演很棒 都很棒 可以 做業務的第一件 就是 你們要記得那個 指班的時候 一般要做指班 然後 如果有事的話 可以讓你們出去 沒有關係 就是一定要有人 在那個地方做個導引 好不好 這樣可以喔 可以 不然這些都你做 沒關係 沒關係 那你商家那些也都會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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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家的 就是 正 順暢 我們先對定交好了 只要先 定五台 五台交來 有沒有先到六院餐 沒有 沒有 我們這邊 定 下午 然後 1160 週六 晚餐了嗎 晚餐了 週六就要 對 替打 08的 週六高級交 晚餐拖下去 什麼意思 2RUN是週日交也晚餐 白色 28 U7 昨日拖換 下週二 X5 今天他從天下 不報名 更可以有效 去點頭前 2月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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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柴油三點 零七黑的 好 這個分為兩個面向 第一個 當然有些客戶是在請求有所 沒有做 但是呢 呃 我們能做的就是把這些客戶的抱怨 親自去 建立好他 趕快 不管我的意思 這也是蠻重要的 我講真的 我們已經能做到這個量子 也是賣車的有1,000多元下來 這也是大家的 這也是一個很大吉尺 這也是協助幫助我們的銷售 所以這也是業務的什麼 對我而言 我覺得重視就是 客戶能力度 客戶能力度 我們現在要走長線 我們現在去客戶能力度 你可能知道他是 呃 他可能是某些地方不舒服 但我也必須講 你可能自己做事太實 所以呢 不夠圓柔 或是不夠柔軟 所以照著這些圓柔 你的比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就是 面對客戶的 沒有接理解 我臉氣不上 大家 我盡量用臉氣 主要臉氣 兩三次 所以你今天沒有臉氣 那你在這件事情 對我而言 它的重要程度就是 第一次 我也不想要用這種東西 再扣你們幫我幹嘛 你自己沒意義 我們就把事情做 所以我以為 一定要有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 如果大家都可以運行得好 那就不用長 運行不好 大家就要腰子好 就是這樣子 你的客人嘛對不對 你有沒有跟他怎麼講 我跟你講 我沒有太理他 然後他後面是最好用 你沒有太理他 他 我是一開始 在他發事前 就是電話跟他講 那他沒辦法 他就是感覺差別 他就說到我們 然後說好 我們跟著我們 就去發吧 好 那你怎麼可能 我有跟川偉講 他說一定 他一定會 被嗆 那如果 你這樣等於 拿我的工作 小朋友去做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是 那他代表我們 公司的 後續的 體驗 就是 支持我們 比 討厭我們多 直到眼睛這樣 可以 那如果 討厭我們 支持我們多 那就化了 對不對 你都可以拿 我心裡也知道 他在幹什麼 東西 但是 因為他是客人 所以 我們就必須 我們不是說 我們有責任 我們做錯 我們不是 而是他這一招 我們必須去見招 拆招 如此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剛才跟你講 沒有 就是告訴你 那你要做 萬物修的嗎 那有著那個 螺絲座 基本上要損壞的 那是不可能的嗎 那他講 他是他的版本嗎 今天要用一個 專業的人事的 有基礎的內容 告訴他 才可以把電視報回來 當然我也知道 運氣好 這個別論自己 關心轉回來 對不對 那你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當他把捷運汽車 四個字 就很難了 你沒發現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我們 公司的名聲 一樣很大 所以呢 他捷運汽車 四個字 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當他把捷運汽車趕掉 趕快二手 三個字 就很難 所以有人會這樣操作 很有可能的 這會是一個後續的趨勢 你們要知道 會不會下一次 無緣無故 我們來的時候 我覺得好好的 因為他有一個 心腹底 會 肯定還是會 那 就是 知道一定要去 要去處理這個人 因為大概 十到二十的客人 就會 遇到一個 他 這次中午的 他的預期 是想要當新車一樣的 那個客戶也不合理 對不對 他的內容就是說 我兩個月裡面 九個月開了兩萬公司 放了兩個東西 一個 公站改天氣 他已經在 很有準作 那個應該也行 對 對 你也知道 他是一個問題 對 那他覺得 不是欺負 對 那你要怎麼 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也不要覺得麻煩 就是一定 機率性一定會比大 你怎麼保護我們自己 懂嗎 因為我們 也因為 這些行銷 一遍 收了很多的好處 對不對 剛剛其實都 賣車應該會 一般的 希望你還要順暢 對 他們情形相信 可以讓人家想起 能夠維持 這個好循環 陽正的情形 然後去讓這個桌子 就是 比如說鐵鐵 可以賣到池海 所以他會跟客戶 打好關係 現在賣的少 跟賣的過 因為差這個內容而已 跟來客戶是一樣的 你可以一直維持住 客戶全有的影片 一直回覆介紹 就可以賣的 都可以賣的 真的很多 那樣也就是這樣 好 下次要記得 還會遇到下一次 肯定 好啦 現在已經 七點半了 應該是這樣講 有人說當老闆是爽的對不對 我是不知道 就是因為像我自己 就是 我們公司有維修部門 然後我們高雄有分店 你賣的車子越多 你當然就會產生各種 不同的事物必須處理 因為車子是不可能壞的嘛 衣服可能不會怎麼樣 衣服就修改而已嘛 或者是 食物就好吃嘛 但是車子 畢竟他是二手的人 畢竟他使用過了 所以就是 客戶遇到的狀況 去解決他 服務他 幫他想辦法 然後 那可能 業務 找不到 處理辦法的時候 就是換老闆來處理嘛 就必須承擔那個責任嘛 所以你想喔 我們公司 有這麼多部門 還有美容部 還有維修的嘛 維修當然 基礎保養 都是簡單的 這支部門一定會 這沒有問題 但有時候最怕的是什麼 查修 查不出來 不知道往哪邊修 然後不知道什麼去解決 然後其實 像今天遇到一個 特殊車對不對 特殊車就 其實就只有原廠才 有碰過那麼多的東西 甚至只有原廠 可以連線德國去 得到一些技術資源跟手冊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 當個老闆沒有那麼簡單 然後包含我們的公司 現在又想要擴大經營 去鼓呼客戶 我覺得是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會就是 去設立這個卡丁車廠跟餐飲部 用意是這樣的 就是第一個引流嘛 你喜歡車子的客人 你可以來這個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面向就是 我一直覺得中午車或者是賣車 有時候是可以有互動的 有個互動 你車主跟我們的關係更好 更接近 大家來這個地方是開心的 然後在這個買車體驗是開心的 這樣越來越好 也會幫助我們 這整個捷運汽車的企業 再往上走 講那麼多 或許或許我的一天 沒有很多的勞力 我不用打掃嘛 可能不用搬東西 不用花體力 但是我必須要說 我自己很清楚就是 你等於是你從 早上眼睛張開 十點開始 你的頭腦就是 一直開機的 一直在處理 一直處理 一直判斷評估 處理 然後去決策 因為所有的責任在你身上 你的一個好的決策 跟一個壞的決策 都有可能帶領這些人 去到好的地方 或錯誤的地方 就是一直決策 一直思考 一直決策 一直判斷 那其實 你想喔 早上十點到 現在幾點多 這整個腦袋是很高壓 所以有人說 我怎麼看起來 37歲以為我50歲了 或者是我怎麼滿頭白髮 那都有點是 用腦過度 跟用心力過度的原因 而我覺得 就是 人一生就是要 創造出自己的價值 我覺得我可以 在這個行業裡 在這個領域裡面 在這個領域裡面 比如說我們的影片 我們的這些資訊 可以給我們的頻道的用意 跟忠誠就是 有人說我們 滑重取從 也沒有關係 就是我用我的資源 能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是在買新車 買中午車 會得到一個很有用跟好的資訊 然後就等於是我的使命 或是我的能做到的東西 那包含我管了這麼大的一個公司 底下有這30幾個人 那我可以 因為我們公司的這個屋簷下 在這個保護產下 讓他們都有好的生活 那種成就感 會是比自己可能很爽的過一天 當然是來得很累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 也是滿有價值的 滿有價值的 好啦 喜歡我們這種就是 影片的話 我們會常常出一些 比較貼近生活的 比如說 不關乎於車的 下一集 我去法班廠買一台 BGR 我不知道 反正呢我就隨便按 哎唷幹這好像很便宜喔 看一下新車好像十一二萬 然後 四萬五四萬八就可以賣了 我就買了 然後呢我們下一集 我們就 來拍 我喝車 實車拆解 如果有看過我的影片 然後就知道我是從賣二手摩托車起家的 我帶大家去看 怎麼樣 分享我的姿勢 怎麼樣去看這個 二手的摩托車 怎麼選擇 記得 要訂閱我們的影片喔 啊 我覺得訂閱沒有用 現在訂閱了 那個Google的演算法 其實不是很重視 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跟留言 這兩個可以讓影片更推播出去 你也不一定要分享 你就幫我們按讚跟留言 就好了 謝謝大家 那我們台北店搬到大都路一段 做一個非常整合以及很棒的服務 我們會有維修的保養部門 不但我們自己的客戶以外呢 您如果需要維修內容 也歡迎您來我們這邊找我們 也提供給外面客戶的服務 那我們也有幾個面向 比如說 除了維修保養 我們也有 美容 打蠟 洗車 鍍膜的服務 在我們的廠內 有100台 現車 都歡迎您來賞車 有國產的 有進口的 有電動車的 每一台車都提供你 免病金就可以試乘 你可以在這邊 這麼多的車子 這麼樣多的種類去選擇你想要的車子 那在右手邊就是我們還在建設中的捷運汽車主題樂園喔 像我自己也對於車子很熱愛 比如說我也很喜歡去跑卡丁車啊 去玩這個電競的賽車模擬器呢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整備中喔 以後這個場地會是台北市唯一的卡丁車體驗場地 在二樓的部分 我們也會整備一個提供美食以及休閒餐廳的服務 以及一樓到時候會整件五台電競模擬器 賽車大家連線對決有沒有 說真的我這幾次去體驗比如說賽道啊 那個需要的成本是很高的 以及很多的賽車手他其實都是從小開始去接觸這些可能電競賽車或者這種卡丁車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對於車子的熱愛提供大家一個關於車子的一個興趣的結合 然後旁邊還會有一個兒童的主題樂園 就是讓有小孩的觀眾們也可以來這邊做放鬆做體驗 預計是3月28號開幕 再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喔 邀請你來我們最新的場地 看車賞車試車體驗卡丁車連線電競賽車賞用美食 喜歡我們的觀眾沒辦法用買車來支持我們 現在有您可以支持的時間囉 讓我們現在決定汽車開放維修的部分 如果你的車子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報導我們的服務專線0910-068-196 不管你是對於汽車的維修的部分的諮詢啊 中午車的翻新的維修 比如說假設你車子想要烤漆 你車子想要內裝的翻新 你車子想要大美容清洗 你車子想要做汽車鍍膜的動作 如果你有這上面的需求 提供一個很優惠的價格來服務粉絲 所以這一定會跟原廠維修啊 或者是各方面來的便宜 如果你需要的話就聯絡我們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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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